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美心里有点心动 但考虑到回家晚了妈妈会担心 再说自己作业还很多 还是坚决摇头走了 今天她把这事跟季季和某某说了 问以后碰到这类事该怎么办 季季听了事情原委 只说一句 以后再碰到这种事要赶紧走 千万不要上车 你只看见那个人表面上的笑 却看不到背后的刀 他使用的这一剂就是三十六纪中的笑里藏刀 还不明白的话 不如跟我一起穿越到战国时代 看看公孙央是如何使用这一计谋的 战国时期的秦国为对外扩张 就派公孙央为大将 率兵攻打魏国 可当公孙央来到魏国根据地吴城 眼见久攻不下 该如何是好呢 他想起 这吴城的首相就是当初跟自己有过交情的魏国公子昂 不如跟他套到近乎 说干就干 公孙央立马给公子昂写信 信的内容煽情的 那叫一个声泪俱下 他要是参加高考 恐怕能得一个满分作文 他在信中对公子昂说 虽然咱俩各为其主 但是念及曾经至真至切的友谊 怎么能下得了手呢 不如咱们俩找个地方喝个酒 一个合吧 打仗什么的就走走过场好了 有志青年公子昂看到这里思绪万千 他坚信一个人生哲理 那就是多一个朋友就是少一个敌人 就这样 耿直报爱公子昂居然就轻信了商鞅的友谊 前往沙阳军中去签署停战盟约 但是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比起杀气腾腾的豺狼虎炮 那些口蜜附件的笑面虎更加凶狠毒了 待公子昂和他的侍从们在宴会里喝得酩酊大醉 公子昂就派卫士将公子昂一行全部拿下 吴城没了主将群龙无首 很快也就投降了 公子昂使用的这一计谋就是笑里藏刀 心而安之 因以图之 背而后动 务实有变 刚中柔外野 这一计谋就是设法使对手相信自己是善意友好的 让其对施济方降低戒心 从而更好地暗中策划 待机而动 某某继续补充说 这个计谋之所以能得逞 其实是因为人们常常看不到事物的多种可能性 就如公子昂 想不到上央会来欺骗自己 只相信了表面 没有防备留一手才丢失了吴城 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有些骗子 他们热情地与你交谈 与你套近乎 引诱你上当 骗你钱财 所以当你只看到对方善意友好的外表 很自然地就会选择信任对方 而怀有恶意的坏人就是利用这点 所以只有善于识别对方 伪善外表下的潜在威胁 看到事物的多种可能性 才会让你提高警惕 才不会轻易受骗中计 接下来 某某又给小美 讲了她热爱的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故事 来帮助小美理解笑里藏刀 三国演义中 吴将陆逊也试用此计 一举拿下了刘备借走不还的荆州 公元217年 这个时候 孙刘联和抗曹的蜜月期已经结束 两家的感情也不再甜蜜了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 刘备借荆州 一借不还了 虽然孙权大骂刘备 厚脸皮不要脸 可刘备就是站着地盘不走了 不仅如此 他还派出手下五虎上将中一等一的大咖 举世闻名的美然公关羽来镇守荆州 作为三国对垒的重要根据地 荆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孙权决定直接动手抢回来 这次 孙权派出了他的得意大将吕蒙来负责夺回荆州 吕蒙来到浅浅后 看到关羽在城里城外布下了重兵 一时难以下手 碰巧这天 关羽出门去攻打曹操控着的地盘 但是关羽对吕蒙戒心很重 即便走了还不忘在荆州布下重重关卡 防止他来偷袭 面对这样的境遇 吕蒙该如何去应对呢 他先是借生病的借口辞职调任 让毫无名气的陆逊来接替他 这样一来 傲娇的关羽可能就会放下戒心 这样还不够 走马上任后的陆逊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关羽写信 各种称赞 同时还极力紫黑 拜关羽多多指教 陆逊的这一顿猛夸击中了关羽的软肋 关羽本就是个骄傲自负的人 看到陆逊原来是这么一个软柿子 他终于放下戒心 仰天大笑起来 刚出道的黄猫小子能干啥 我们不必担心江东了 于是他把大部分人马调去打曹军了 随后趁着关羽掉以轻心 陆逊约上小伙伴吕蒙 一起白衣渡江 骑袭荆州 一代男神关羽这才悔之晚意 败走在了麦城 一代名将关羽为什么会兵败被杀 丢失荆州呢 究其原因 也是因为他看不到事物的多面性 没能识别对手笑容表面下的潜在危机 这才中了笑里藏刀的计谋 就像今天小美遇到的那个阿姨 莫名的热情很可能是伪装出来的 要是小美真跟着陌生阿姨走 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啊